元宵佳节中央民族大学女排不停歇。 备战Q的24强赛星际高。 2月19日,北京迎来入冬后的第四长雪。 清晨,踏入中央民族大学小东门,远远望着披上银装的田径场,晶莹剔透,美不胜收。 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五,恰逢传统节日元宵节。 不过,女排姑娘们没能和家人团聚,而是依旧奋斗在义夫体育馆训练场,备战3月26日在杭州举行的Q的全国24强赛。 2014年,中央民族大学高水平女子排球队成立。 4年,便开始参加Q的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。 作为一支年轻的队伍,在此前结束的北方赛区比赛中,民大女排表现不俗,最终获得第五名,先后令上届亚军山东师范大学,冠军北京体育大学惊出一身冷汗。 对于即将到来的全国24强赛,教练和队员心气都很高。 正在读研究生一年级的冯叶铭表示,这些日子,大家都很想练,希望打出一个好成绩。 虽然不知道能拿第几名,但都是冲着最高目标去的。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,中央民族大学女排从1月19日,1月30日进行了第一阶段集训。 随后,第二阶段计划从2月12日到3月23日。 今天上午的训练课,主要练习发球和接发球。 尽管是队伍的强项,姑娘们依旧没有丝毫懈怠。 球队王口不占优势,同时也没有绝对的强攻点,还是更需要打整体。 助理教练陆肖坦言。 通过第一阶段和截后一周的集训,大家在个人技术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。 自由人王宇威和主公杨瑞君表示防守环节有明显提高。 今年大三的杨瑞在球队担任队长,他告诉Super Volley,这一阶段自己着重练习了防守,训练中力拼每一个球。 而自由人王宇威也说道,春节期间,领导,教练和队员们都没有休息几天便全身心投入到备战中。 大家都憋着一股劲,希望在24强赛拿个好成绩。 颜一的冯业敏此前是中央财经大学议员,保颜成功后来到中央民族大学。 经过半年时间的磨合,他已经完全融入球队。 起初防守站位可能和之前不大一样,不过一段时间适应后也没有什么问题。 作为队中年龄较大的队员,冯业敏在之前的北区赛上一传,防守,进攻等各项环节均有突出表现。 其实大队员并不是身高,力量比小队员强多少,只是自己在适应比赛和调整困难时更快些。 1月13日,24强赛分组抽签揭晓,中央民族大学与东南大学,中国海洋大学,湖南师范大学,复旦大学和河南师范大学同分地组。 面对南区冠军复旦大学和北区第四名中国海洋大学,民大的晋级之路并不平坦。 每支队伍都不好打,当然最难打的还是复旦,高篮网对我们有压制。 助理教练陆霄介绍,目前还在单向训练,过段时间会有针对性不止,好好研究对手。 对于即将到来的24强赛,陆霄直言教练组希望球队能杀入8强。 学校一直非常重视女排队,张院长每天也会陪我们一起训练。 虽然领导没有给大家太多压力,但我们还是希望一步一个脚印,冲进前八。 然而,队员们似乎还有更高的目标。队长杨瑞说道,自己心中想的是争取前六。 而冲叶敏则坦言,没有一个人是不想拿冠军的。 据悉,同组对手中国海洋大学已经来到北京与中央财经大学一同集训。 而中央民族大学也将在未来两周与其他队伍进行几场热身交流赛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